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环境 这个设备这个JDK之后的话 那Eclipse开起来就不会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稍微再了解一下 因为在Eclipse里面 这个视窗里面的喜好设定 这边Enjoy 这个路径的话 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那因为呢 我原来设置就在这个路径底下 然后因为我今天只是早上只是把什么呢 这个环境 把它直接搬到C点底下 所以它自动就找到这个路径 那你检查一下这里面有没有SDK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专案里面的东西呢 就不会产生错误了 OK 那还有就是说呢 直接开起来呢 恢复到 第一个就是Enjoy SDK的部分要恢复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的什么呢 我的这个切换工作区的地方 那因为我预设的是放在 我直接就是 昨天是放在C点底下 那可是C点会还原 结果我就把它翻到我择一跌的FDA的WOPSPACE 那昨天的专案呢 就全部都在了 所以你会发现的 我根本不需要动什么 即便是这个环境每天都让 每次都会还原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马上最后一点 不然的话光要开发一个环境 就是在那边 光搞环境就是真的会疯掉 而且有些时候呢 这里的环境要JDK Eclipse ADD SDK 这么多东西 所以越简单越好 那我刚刚的部分呢 就是JDK安装好之后 再把这个地方 喜好设定设定完之后 再确定一下你的工作区 那有些同学的工作区 改变之后呢 记得你可以从 切换工作区里面其他 去切换你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其实工作区就是一个资料价 你可以把它搬到任何地方去 所以你们 在累习的时候再吃一点 没关系 记得要把你的工作区带走 不然的话你回家 要重新再做一次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设置部分 那简单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关 昨天的这个 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另外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在那个JDK 这个环境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 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那我们安装 安装里面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喜好设定这边有 四个环境 有没有 实际上就有两个 一般版的 2.1跟2.33 然后这个Google APIs 那这两个实际上呢 会放在哪个位置 特别注意 将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稍微研究一下 实际上哦 它会放在这个目录里面的哪里呢 实际上哦 这边有个Pattern Forms 有没有 也就是说它安装之后呢 如果你有安装版本的话 它会放在 比如说你安装的是 2.1跟2.33 你把它打开 2.1是7嘛 2.33是10 你把这个Pattern Forms 把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7跟10都在 那也就是说 其实将来你甚至可以手动 安装 比如说你当货完之后 你想要放 11的版本进去的话 你重新开机 它就自动真正到 也就是说你这地方 其实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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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